早兩天蘋果發售了iPhone 11 我買了一部iPhone 11 Pro Max Midnight Screen 回來同大家開箱 同時我買了一部金色版 稍後會一次開箱給大家看看 兩部機的顏色和外形有什麼分別 首先我先在大家面前開箱 這次的綠色版非常漂亮 亦是磨砂玻璃 看上去都相當高貴 這次包裝的盒子是黑色 我覺得黑色非常好看 比白色更高貴 現在同大家一起開箱 我買了這部是256GB 跟上次iPhone 11 一樣 開箱也有撕開的膠紙 就會打開了 跟很久很久之前 熱縮膠時 很不同 現在打開 打開之後 就是機身 整部機 就是這個樣子 在不同角度的情況下 不同顏色的差別 我覺得蠻漂亮的 一打開就已經看到有三鏡頭 盒子也有一個凹位 就是鏡頭 旁邊做了一個綠色邊 看看裡面有什麼 首先有一張類似 一個say hello的紙 這次應該都會配送一個貼紙 如果大家有儲蓄的話 這麼多年用iPhone都儲蓄了不少 另外有一張這個紙 我這個是香港版 不知為何是簡體字 可能大家在蘋果店買的 不知是否一樣是簡體字 接著有一個18V的充電 這次有點不同 充電器用到Type-C 而且是18V 這次的改變不是一隻腳那麼差 如果大家有買這個MacBook的話 它的三腳頭是完全不能收買的 今次這個香港版的三腳頭 就可以接得上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因為如果你接不買的話 其實你要帶出去 都頗麻煩的 都頗大夾 今次是配了一個Type-C 因為它是18V的關係 充電會快很多 另外會有一個耳機 耳機今次 已經直接是Lighting頭 就沒有轉插 我相信日後的iPhone 都不會再配上3.5頭轉插給大家 如果大家之前 還有的話 就可以保留起來 另外 充電線完全改變了 因為我這個版本 就是iPhone 11 Pro Max 它因為會走到一個 發速充電器的關係 它就會是一個C轉Lighting 換句話說 我以往用開的iPhone 的線 又要重新買過了 大家留意這一點 或者你捨器不用這個充電器 就可以用回之前的線 如果你想用到快速充電器 就要多買幾條Type-C 去Lighting頭 包裝上只有這麼多東西 綠色的機身 我現在把金色拆開給大家看看 這次因為它是磨砂面 我也想知道 金色磨砂面的感覺是怎樣 好 拿出來之後 就是這個樣子 金色磨砂面 比反光的玻璃更高貴 而且鏡頭上的位置 又配上玻璃面 我覺得看起來真的很閃 這對女士用來說 真的沒得輸 非常漂亮 邊緣跟以前有點不同 這次是比較暗色的 玫瑰金邊 跟過往的顏色 都是有些分別的 看起來 其實整體我覺得很高貴 整個感覺是很有名貴的手袋 非常之不錯 內容跟旁邊的Mid Night Screen 是一樣的 我就不拆出來給大家看 主要想插上顏色的分別給大家看 兩者 一個是Mid Night Screen 一個是金色版 不知道大家會怎樣選擇 兩部買回來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自己去決定 現在我先去設定它 轉頭回來 跟大家研究一下 iPhone 11 Pro Max 是有什麼不同 Disco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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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輪設定後 終於完成了 我已開始開啟了 我的手機已經開始開啟了 但是我認為鏡頭以下這個位置 已經覺得有點熱熱地 我已感覺到它有點滾滾的感覺 我不知道會否是因為我這部機的問題 無論如何,不要緊,我們再打開看看 基本上的Apps 應該已熟能長 但今次最重要的賣點 iPhone 11 Max 賣點是有三個鏡頭 分別是普通的距離 有 Ultra Wide 另外有 Tele 鏡 這三個鏡頭在手機上會同時使用 如何同時使用呢? 我們要打開它的Apps 打開後,下面已經有三個選項 分別是有 0.5 0.5 立即拉開做一個 Wide 鏡頭 你看到它很 Wide 1 基本平時會用到 2 就是 Tele 另外有一個功能挺欣賞 在拍照模式後,按中間的按鈕 便已經是拍片 平時也是這樣 如果再拉過來這邊 它會鎖定拍片的功能 保持著拍攝 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如果過往大家有用過這個拍片功能 它是不能鎖定的 永遠都要按緊才可以 一鬆手就已經掉落了 但今次可以鎖定 對拍片人來說是十分方便的 推回中間就停 另外,如果將中間的圓形圖案 推向左邊 它就會做出連拍 直至到你放手為止 OK 不知道大家還不喜歡玩連拍 對於我來說,連拍不是太大作用 但它這次多了這個功能 算是多了一些新的玩法 另外,其他就是基本以往拍照、拍片的模式 都沒有增加多度 OK 對 前置鏡頭亦可以拍到4K影片 這個相當不錯 之後我會做一些測試給大家看 基本相機的Apps應用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外出拍片和拍照給大家看看 再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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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